新媒体宣教Espresso 欢迎你的使命人生 安平主讲 长期以来 教会对媒体和新媒体 都抱持着一种相对负面和消极的态度 一般来说有三种观念 第一种是悲观 认为新媒体是被魔鬼掌控 就算没那么严重 也是非常世俗的充满了诱惑试探 所以最好避而远之 另一种就是不乐观 把媒体当作工具 不会讨论它的属性问题 好人用就好 坏人用就坏 好东西往往被坏人用得多 所以不乐观 还有一种是必上观 认为不能够用新媒体的好 去否定它带来的坏影响 也不能够用坏影响 去否定新媒体带来的好的地方 说了也跟没说一样 其中最常见的是工具论 强调要善用新媒体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讲 但是 且不说工具本身是人开发的 也直接反映开发者的世界观 更重要的是 在今天这个新媒体时代 虽然人的使用是在塑造工具 但是工具也是在塑造人的行为 和行为模式 如果我们把新媒体看成工具 也很容易自以为自己就是工具的主人 可以掌控这个工具 实际上 我们被科技和工具塑造的可能性更大 成分也更高 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警醒的 比如说 社交媒体会根据我们的偏好 运用所谓的算法 来推送我们喜欢或可能喜欢的信息 这就很容易造成了所谓的 回音壁同温层 使我们在很多的观念 甚至是判断上 形成严重的偏见 造成认知的偏差 引起分裂 甚至也会影响到教会的合一和见证 但是从积极的层面 我们看到人为工具塑造的同时 也在塑造工具 过去 文章的第一读者是编辑 编辑看得上 通得过 才有发表的机会 到了互联网时代 还有现在的新媒体时代 第一读者就变成了搜索引擎 如果你文章的关键词和标签 不能够被搜索引擎看到的话 你的传播性就会大打折扣 今天人人接媒体 甚至贩物接媒体 高科技的产品 电动的汽车 生活用品都越来越智能化 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的第一宣教对象 其实就应该是这些产品 我们需要用这样的认知和态度 抱着责任感和使命感 来应对新科技和新媒体的发展